Hello everyone,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我是主播卡卡 我已经从事足球解说行业,已经三年之久,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 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足球赛事,篮球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 大家记得点订阅哦 杰克vs英格兰,6月23日,3点 杰克对综合分析 杰克目前是第组第一的位置 球队在前两场比赛中一胜一平,打进三球,丢掉一球 球队虽然没有强大的统治力 但是在面对苏格兰的猛烈进攻日,还是不落下风 不仅没丢球,还多打进两个 与上届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相比也能一至一战平 不得不说,西克的发挥真的太好 杰克这支球队整体表现出对进攻机会的把握 目前都是进攻较少,摄政偏多 球队今年也仅有一场零至四亿大力的比赛,打低士气溃散 但目前对于小组赛已完成出现的杰克来说 有必要保存体力了 英格兰队综合分析 英格兰当前在定组第二 在竞胜球术和竞球术上都不敌杰克 本场比赛球队要是不努力,球队要是本场比赛脱节 极大概率会被深厚的克罗地亚反超 目前英格兰的纸面实力是本届欧洲杯中最强的 但是表现出来的实力却不以为然 首轮面对克罗地亚打入仅有的一球 在上轮进行英轮得比时 控球率达到六成的英格兰 射门数胜至海,没有苏格兰高 当下这种状态,我难以看好英格兰能有什么大作为 球队在最近的比赛虽然没有输球 但也都是尽一球两球 比赛预测 两支队伍在过去共交手四次 杰克取得一胜一平二负的战绩 最近的两场都是在19年的欧欲赛上 首轮在英格兰主场杰克被0-5结束 四回合在自己主场二至一挽回局面 主客场优劣势,差距明显 当前杰克可以说是大概率出现 只要自己不丢大球 以克罗地亚的风险也是难以打出大分的 加上杰克本届欧洲杯就展现出不同寻常的防守能力 英格兰虽然在阵容上碾压杰克 但就状态而言杰克并不落后 指数上开出英格兰让一球的数据 我觉得两队的比分拉不开很大 圣平复推荐,平·杰克让平 克罗地亚vs苏格兰6月23日 克罗地亚对综合分析 克罗地亚目前是进组第三位 球队当下的情况很危险 不仅在进球数以及进胜球数上都有劣势 距离直接出现区也只有三分 要是前者两队打平 球队就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呢 球队在前两场比赛并不强 作为世界杯亚军 在上轮比赛中与杰克你来我往 最后一致一打平 在封线完全支撑不起来 在进攻方面乏力 在防守上也是有一定缺陷 前两场比赛都有丢球 导致现在竞胜球是负数 球队目前已经连续四场比赛未取胜 当前的状态和士气都是比较低的 苏格兰队综合分析 苏格兰目前虽然是地组的最后一位 但上轮比赛的英伦得比与英格兰打平 就足够让球迷感到开心 虽然球队一平一负 还未取得进球 已经是将是芝麻了 但我觉得球队士气空前高涨 毕竟上轮比赛球队 在仅有四成的控球率下 射门数超过了英格兰 苏格兰近年虽然没几场胜利 但是逼平荷兰与英格兰就已经证明球队 也不是什么速查 上轮的表现也可以证实球队 是可以与克罗地亚争争争求的 比赛预测 两队在过去无场比赛中 克罗地亚一场未胜 取得三平二负的战绩 不过距离上次比赛已经过去八年 加上克罗地亚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内 慢慢变强的 虽然是排名世界第十四 但目前小组赛中的表现是很难堪的 先是被斯洛文尼亚战败 又接连与亚美尼亚 捷克打平 相比于克罗地亚的状态和士气 苏格兰必然是更胜一筹 指数上虽然开出苏格兰受让一球的数据 综合来看 我觉得克罗地亚并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看好苏格兰作品旺盛 盛平复推荐 听更多赛事 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 谢谢 Thank you